哈喽我是可恶 今天来教你们一秒建立树屋 这个点开 树屋就好了 这是一个命令方块建立的树屋 作者给了文件 感兴趣的可以去下载哦 地址我贴在这里咯 哇作者很贴心 竟然还有鞦韆 还可以动起来 这比我上次玩的游乐园的木头还要好 咻 接下来我们叫上树啦 在这里在这里爬绳子上树 然后往右边走 这里有一个小楼梯 上级就到了房间里啦 先把门关上 接下来就要好好介绍一下房间啦 这里是厨房 融融上面放了一个类似于煤气一样的东西 其实没有什么卵用 就是杠杆而已 上面还有放食物的柜子 这里放了葡萄 苹果 寿司 薯条 三明治等等 即使外面洪水滔天 我也能在家里安度晚年啦 旁边这个柜子里是饮料 咖啡啊 可温啊什么的 还可以放在地面上 然后后面这个是酿造台 这边是卧室 一个开放式的卧室 旁边还有一个床头柜 床尾有一个前蚁盒 这边还有一个小阳台 这是用来攻防用的 只要有敌人过来 就可以咻咻咻杀了他们 视野非常好 然后这边上去还有一个休闲的小阳台 这个沙发是可以做的 休闲的喝着可乐 接下来给你们介绍好一下攻防装置 这里有块玻璃 正对着刚刚上来的绳子 只要有人爬上来 就可以看见 然后我们就启动装置 咻咻咻咻咻 全都是电 绝对爬不上来 即使从这一面爬上去了 这里也过不去 即使过去了 因为被困在这里跨不过去 即使跨过去了 我已经把这里门关了 我操 我把门关了 那我自己该怎么进去 OK千辛万苦 我终于停了 即使即使敌人进来了 我们也有最后一招 看见这幅画了没有 这是一幅神秘的画 背后暗藏机关 靠近跳跃 响 后面是一个暗门 然后我们可以打开 从这里跳下去 下面有年夜接着呢 不用担心摔死 然后就可以开灯啦 如果你不心疼的话 还可以放一把火带走哦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解释 喜欢点关注